今天平約失牧師的廣播 來到主的電影真是很好 講夢福 講祝福 創世紀十二章 上帝對阿伯蘭說了這番說話 他那時是阿伯蘭 還不是阿伯拉罕 上帝說我必使你成為大國 我們都知道今天的這個國家就是以色列 我必使你成為大國賜福給你 使你的名為大 你也必使別人得福 給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 就助你的我必就助他 地上的萬俗 都必因你阿伯蘭得福 一切都是關乎祝福 祝福 祝福的希伯來詞 OK Barak 讀法是由幼至左 Bat 講Bat 講Rash 講Kaf Barak 所以三個字母 拼成之後就是Barak Amen 很多人就連基督徒 甚至連我們有些人仍然有這種心態 如果你做得很好 作為一個道德高順的人 不傷害別人 過著一些很平靜很美好的生活 但是這一切都是基於你自己的定義 這樣上帝就會賜福給你 這不是我們被告知的事 對自己誠實一點 這是你被告知的事 如果你做得很好 你就會得到祝福 失望你了 當你突然間 你發現到自己的道德觀念 很不自覺地 期望上帝會賜福給你 當你發現自己經歷相反的事的時候 你就會感到是很挫敗 困惑不移 你看到那些認為不配備祝福的人 可能你知道他們在工作上的道德觀 或者是其他的事 但你似乎看到他們生命是蒙福 卻無法解釋這一切 我們回到聖經裡看到上帝的定義 上帝是如何領受祝福的想法 行不行 我們可以宣講如何以上帝的方式蒙福 可以嗎 這就是巴拉克這個詞語 讀法是由右至左 巴拉克的前兩個字母 第一個詞語是兒子 這個詞語最後一個字母是Kath 是指張開的手 講張開的手 將兩個字放在一起就是張開手的兒子 祝福總是涉及到耶穌 大家一起講Amen 一起講巴拉克 在創世紀十二章裡面上帝說 我必賜福給你 你也必使別人得福 你將會成為一個祝福 當上帝這麼說 這是聖經第一次提及祝福這個詞語 在聖經的開頭創世紀一章 上帝說 我要賜福給他們男人和女人 使他們強大 我要賜福給他們 使他們繁殖增多 上帝賜福給他們 祝福這個詞語已經存在 但這個字總是以動詞的形式出現 當上帝選了阿伯拉罕的時候 祝福這個詞語 從動詞 變成名詞 你只要添加一個字母 由剛才 變成 一個 加上一個 就有了 當你生命中有恩典的時候 當你知道這是上帝的恩典 當你相信上帝的恩典 我們都知道氣就是恩典 上帝的氣息 那個畫面就好像一線槍 這裡的畫面是兒子 他的手永遠都是恩典的手 絕不是懲罰的手 所以現在我們來看看阿伯拉罕本人 上帝曾經允許阿伯拉罕 這是創世紀十二章 在他七十五歲的時候 上帝是不是有可能允許賜福給你 講義賜福給你 使你成為一個祝福 但是他發現自己無法生育 蒙福卻無法生育 公義卻失敗 公義卻失疑 公義卻沮喪 上帝是不是有可能賜福給你 Amen 你知道上帝賜福給你 但狗狗也沒見到孩子出現 你有可能遇到這樣的狀況 就阿伯拉罕來講 他的祝福是孩子 延遲公義卻延遲 為什麼 主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正在探討這一切 上帝正在盡可能地 帶領我們理解這一點 我們一起來看看創世紀十五章的故事 這些事以後 這些事是指當時發生的事 他的侄子羅德被敵人 基大魯馬魯略了 當阿伯拉罕聽說 侄子被擄掠的時候 阿伯拉罕只是帶上家裡的幾百個博人 Amen 他的手下一路追趕 將他們都一一打敗了 把羅德和所有戰利品拿回來 當然 你們都知道這個故事 創世紀十五章前面是十四章 他們遇到默基西德 默基西德祝福他們 但在創世紀十五章他突然害怕 這些事以後 耶和華的話在異象中臨到阿伯拉說 阿伯拉你不要懼怕 我是你的盾牌 你的賞賜是很大的 而害怕的理由是因為突然間 上帝賜給他勝利 他知道上帝賜給他勝利 現在他害怕報復 所以上帝的話語在異象中臨到他 我相信這個異象是一個盾牌 希伯來文是Megan 如果你妻子的名字叫做Megan 這個名字是由此而來Megan是指盾牌 上帝說我是你的盾牌 你的賞賜是很大的 不是 上帝不是供應或者出售保險 上帝只是告訴他我是你的盾牌 我是你的盾牌 我是你的Megan Amen 我是你的盾牌 這個說話在異象中臨到他 留意到耶和華的話語在異象中臨到他 他是一面盾牌 上帝說你的賞賜是很大的 賞賜這個詞語是Sakka 非常有趣的詞語 他總是會用於僱傭 平請 付款 工資 薪水 他在整本聖經中都是薪酬的意思 他其實是薪酬這個詞語 上帝對你說我不單是你的保護 我也是你的供應者 是付你薪酬的那一位 所以現在你認為自己失去一份好工作 讓我告訴你 上帝不單是你的薪酬 祂還是會超過你的薪酬 祂會供養你 不單是供養你 以利以借了 祂有一個大馬士加伯人名叫以利以借說 聽著 如果我在無兒無女的情況下死去 這個人會繼承一切 然後耶和華對阿伯蘭說 下一節 阿伯蘭說 你既然沒有給我後裔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繼承人了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阿伯蘭說 這人必不會作你的繼承人 你親生的才會是你的繼承人 Amen 我使用的是英皇陰定本 因為我喜歡這部分 我覺得他翻譯得更加準確 你的繼承人 上帝說 你親生的才會是你的繼承人 下一節 於是領祂到外面去說 你向天觀看 上帝將祂領到外面 祂當時明顯在帳篷裡抱怨 上帝將祂領到外面去 上帝說 你向天觀看 數點眾星 看祂能不能把他們數得清楚 又對祂說 將要這樣眾多 我相信祂暫停了一會 祂開始望著眾星 信復上帝的引導 看祂可以數點眾星 看祂能不能把他們數得清楚 又對祂說 你的後裔將要這樣眾多 上帝最後說 你的後裔將要這樣眾多 祂總結說 你知道當上帝這樣說的時候 阿伯蘭有什麼反應嗎 阿伯蘭說Amen 我怎麼知道祂說Amen 因為上面寫著 阿伯蘭信耶和華 這個是聖經第一次出現相信這個詞語 第一次 希伯來文的相信這個詞語就是Amen 因此我們說 Amen 意味著 信心相信 相信 祂對耶和華說Amen 祂對耶和華說Amen 從希伯來文說祂向耶和華說Amen 耶和華說你的後裔將要這樣眾多 祂說Amen 耶和華就以祂的阿門為異 從此上帝看祂為異人 當祂討告上帝誰聽祂討告 即使祂失敗 上帝仍然看祂為異人 這節經文裏有三個第一次提及的主題 Amen 算為異 全部是第一次出現 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文 祂告訴你阿伯拉罕所相信的事 現在 我想告訴你 星星是由上帝創造的 數點眾星 在書面形式出現之前 書面形式是在西元前1490年 由摩西寫起疲倦之上的 所以在這個之前 是超過2500年前 一直追溯到亞當的時代 他們是怎麼知道這個福音故事呢 有一天當我讀到這裡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部分 我聽到上帝的聲音告訴我 看看這個詞語 數點眾星看你能不能把饕門數得清楚 數點眾星看你能不能把饕門數得清楚 我查看西伯來文裡面的數點眾星這個詞語 不僅是數點 而是重新聚述 講述講述這個故事 它的西伯來文是Saphra 你從Saphra得出書 Saphra 書的西伯來文是Saphra Saphra是指寫 講述這個故事 這個詞語是用於數算 根據上下文你必須要清楚 到底它是指數點還是講述故事 我相信這個是講述這個故事 觀看眾星講述這個眾星的故事 看你能不能夠Saphra他們 數點眾星是Saphra 看你能不能夠講述這個故事 我認為這裡不是指數點 這個是指講述這個故事 為要證明這一點 我要向你展示大衛的詩篇 有一段經文證明了上帝曾經傳福音 給阿伯拉罕 在加拉大書三章下一節第八節 聖經顯然是指舊約 既然預先看見上帝做些什麼 要使外族人恩信稱而 這個是恩信稱而 就預先把好信息傳給阿伯拉罕 萬國都必因你得福 上帝宣講了這個 恩信稱而的福音 上帝對阿伯拉罕說 在你裡面 在耶穌裡指的是後裔 因為如果你看看他和他的後裔這節經文 那些應許本來是給阿伯拉罕和他的後裔的 他不是說很多後裔很多複數 而是單數一個他的後裔 即是基督 目前為止跟到我嗎 要蒙福非常簡單 讓我告訴你 回到開頭 第五節 那麽上帝次聖靈給你們 又在你們中間行神職 是因為你們行律法 是因為你們遵守十戒 還是因為你們信所聽見的福音 哪一個對 信所聽見的福音 正如阿伯拉罕信上帝 這就算為他的兒 阿伯拉罕信上帝 這就算 這是來自創世紀十五章 所以你們要知道有信心的人 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然後來到第八節 我們剛才讀到上帝要使人稱而 聖經既然預先看見上帝要使外族人恩信稱而 你和我這些非猶太人都是藉著信 我們都是恩信稱而 這是上帝向阿伯拉罕傳福音的原因 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 你如何蒙福呢 請留意 第九節 這樣看來有信心的人 必定和有信心的阿伯拉罕一同得福 再次回去 請看第八節 第八節的主題是甚麼 上帝會使人恩信稱而 上帝會使人恩信稱而 你看到嗎 這個主題是恩信稱而 不再靠你的行為 我說是恩信稱而不是靠你的行為 好的 很快 羅馬書第四章 羅馬書第四章 那麽論道罪血統上作我們祖先的阿伯拉罕 所經驗的我們可以說甚麼呢 阿伯拉罕若是恩行為清義就有可誇的 只是不能在上帝面前誇口 經上怎麽樣說呢 阿伯拉罕信上帝 這就算為他的義 這個信是指甚麼呢 下一節 作供的得供之 不算是恩典 是他應得的 上帝 上帝是不會按照 你應得的 去賜給你 而是憑恩典 你若為某事作供上帝就不能夠憑恩典 和那無法賺取不應得的恩寵賜給你 他必須要根據你應得的賜給你 上帝不欠任何人的債 作供的得供之 不算是恩典是他應得的 可時那不作供 而只信那稱不敬虔的人為義的上帝的 努力與上帝去保持這個正確的關係 這不是一種職業 我希望你能夠理解 可時那不作供的 這意味著甚麼 努力得到上帝的恩寵 努力與上帝保持正確關係 那不作供 卻像阿伯拉罕那樣相信的人 那稱不敬虔的人為義的上帝的 並不是稱敬虔的人為義 這種信 他的信就算為義了 一個萬分聖結的上帝如何稱不敬虔的人為義 上帝說我絕不會放過人們的過販 哈巴谷形容上帝的眼睛 你的眼目純潔不看邪惡 一個聖結的上帝如何能夠放過人所有的罪 然後稱不敬虔的人為義 上帝說如果你相信我會稱不敬虔的人為義 我就會稱你為義 你的信就算為義了 現在這個意味著從今以後 我會將你當成一個義人 上帝怎能夠這樣做 只有一個基礎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因為在十字架上面 他的兒子 代替了我們受死 在十字架上面 耶穌擔當了你的罪 在十字架上面 耶穌替你受審判 上帝的審判落在耶穌身上 耶穌在十字架上面 將他的義給了我們 屬天的教援 祂拿走了我們的罪 我們在上帝面前 得到了祂的義 朋友 哈利路亞 這就是好消息 如何蒙福呢 做過有信心的人 再次回去 再次回去 加拉太書 有信心的人 什麼信心呢 有信心的人 必定和有信心的 阿伯拉罕一同得福 凡是靠行律法清移的 都在就座之下 有信心的人是有福的 那些靠行為的人 這裡甚至不是說 哪些觸犯律法的人 請留意 哪些靠行為的人 一旦你決定你的立場是 我相信 我們必須要遵從 盡量不要不遵從 道德是很重要 但當你憑信心生活 當你相信自己在基督裡 是上帝的義的時候 道德就成為了果子 但如果你選擇這一遍 你最終會受到就座 因為當你採取這個立場的時候 上帝說你必須要遵守所有律法 沒有所謂的竭盡全力 凡是靠行律法清移的都在就座之下 因為經常記著 凡不常常照著律法書上 所寫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就座 你來選擇 你想在律法之下 還是在恩典之下呢 阿伯拉罕是在恩典之下 所以我們承認 我們在基督裡是上帝的義 幾個星期之前 我分享過關於那個觀看 色情影片的男士 他總是留在他的車裡 去避開他的妻子 當然後來妻子知道這件事 但他仍然是看色情影片之類等等 他怎樣得性呢 是通過宣告 我再基督女是上帝的義 真正的解脫 是當你宣告 我再基督女是上帝的義 假設你遇到問題 可能疾病正在攻擊你 今天我們的仇敵不再止於身體上 但不管是疾病病患攻擊你 還是你正面對經濟上的缺乏 不管是甚麼欠債 可能你的大耳朵正在追你債 你的債主也正在追討你 你正受到攻擊 當時的大衛正在面對著一個實質的仇敵 所以他在詩篇71篇說 耶和說 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求你按著你的公義答救我 救贖我 求你留心聽我 請求我 上帝如何按著他的公義來拯救他 同一篇詩篇下一節 我的口要述說你的公義 終日講述你的救恩 我的口要述說 這個詩語是 我的口要述說你的公義 我的口要述說你的公義 不是人的公義 你的公義作為一份禮物賜給人們 聖經說公義是你今天要接受的禮物 所以上帝向我展示這段經文 我的口要述說你的公義 終日講述你的救恩 上帝說 這就是你人民的情況 他們終日都正在談論 我在基督女士上帝的嫌 他們談論你的救恩 這裡是指誰呢 希伯來文的救恩 是耶穌的名字 耶穌阿 這不是我們的狀況嗎 如果不是的話 這應該是我們的狀況 如果你遇到問題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你想逃跑 想讓上帝拯救你 要終日宣告 我在基督女是上帝的嫌 讓你的口與此相連 讓你的口述說這句說話 讓你的口講述他的公義 不是你的公義 而是上帝的公義 我的口要述說你的公義 終日講述你的救恩 儘管我不知道他們的數量 我會喜歡新國際日本 NIV的說法 我甚至無法開始描述它 言語根本無法描述它 OK 你知道當你口裡承認 上帝的公義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嗎 當你說 我在基督女士上帝的儀 留意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 我要來述說 主耶和華大能的事 你的身體會變得強壯 你的身體會變得強壯 有一段時間我感到很累 和很疲累 幾天了 我說這不是什麼好事 我希望上帝賜我力量 祂就給了我這節經文 這是一個尋求主的時代 上帝說 如果你想進入我的大能 這裡的大能在希伯來文是複素 是指巨大的力量 我要進入這份大能 多少人願意進入耶和華的大能 要整日述說他的公義 要整日 和他的救恩 他的耶穌終日述說 你將進入上帝的大能 他又說 我要提出你獨有的公義 這就好像上帝正在說 你以為唯獨你在強調這件事嗎 大衛祖就這樣做了 很大的鼓勵 你知道整篇詩篇是怎麼結束嗎 我們將用這個來總結這堂崇拜 不是總結崇拜 而是總結我的信息 當他們聽到我結束的時候 他們是何等起落 知道這個詩篇怎麼結束嗎 在這裡 是最後一節 我的舌頭 我們一起來讀 我的舌頭也要終日講述你的公義 你所有的仇敵疾病和經濟缺乏 會發生什麼事 你的抑鬱對付你的事會怎樣 他們會受到挫敗 因為那些謀求害我的人 已經蒙羞受欲了 所有黑暗的力量都逃離了 受到挫敗 當你終日宣告 我罪基督女是上帝的兒 就好像一個來自天堂的聲音正在鼓勵我兒子 不要以為你是唯一一個 那個合乎我心意的大衛 也都終日宣告我的公義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敵人會受到挫敗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你說牧師請為我祈禱 我希望這位耶穌成為我個人的主和救主 我想成為上帝在基督裏面的義 聖經說 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阿伯拉罕一同得福 阿伯拉罕活到175歲 聖經說 他有很多牛羊和金銀 聖經告訴我們 他的妻子在90歲的時候 是恢復了青春和恢復了美麗的 即使一個外邦的國王也想將他立為後宮 聖經在最後說了這句話 上帝在一切事上是祝福了阿伯拉罕 意思是他生命的各個方面 聖經說 有信心的人是有福的 信徒們 我們苦心自問 我們是不是活在這種信心裏面 我們是不是積極宣告 我在基督裏是上帝的義 不需要大聲說出來 事實上最後一節說 我的舌頭也要講述 是哈加這個詞語 我的舌頭也要講述 最後一節說 哈加 而不是薩伏拉 薩伏拉是在早前的部分 最後一節使用了哈加這個詞語 是指墨上 南南字語 你可以發出輕聲低語的聲音 說你在基督裏面是上帝的義 Amen 對於那些還未知道 耶穌是你的救主和主的人 我現在想帶領你作這個討告 講天父 基督為我的罪而死 祂從死裡復活 沒有帶著這些罪 哈利路亞 大功已經完成了 我所有的罪都被除去 我得著了極大的赦免 赦免了我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所有罪 因為耶穌基督是我的主 感謝耶穌 奉耶穌的名 Amen 請各位起立 讚美主 讚美主 基督徒 你的任務非常簡單 在這個禮拜中 每天宣告 我在基督女士上帝的義 Amen 請再次展示最後一節經文 是的 講述這個詞語是下加 最後一節 下加的意思是南南字語 即使你在公眾場所也可以說 我在基督女士上帝的義 當你沮喪的時候 你可以再說一次 Amen 當你被誘惑的時候 你可以再說一次 當你跌倒犯罪的時候 你可以再說一次 我在基督女士上帝的義 你的仇敵必受到挫敗 你必進入耶和華的大能 Amen 再請各位高舉雙手 願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願主的念光照你 賜恩給你和你所愛的人 願主向你們每一個人展開笑臉 並賜給你和你的自愛 Shalom 平安 願你在正確的時間 出現在正確的地點 願上帝保守你 保護你 保護你 願你一切危險 傷害 質病 意外 願你一切邪惡 奉主耶穌基督的命 所有人一起說 Amen Amen 願上帝賜福給你 大家可以散會